把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写的话 是写在程式里面是固定的 就无法更新的 不好更新 因为如果你将来 你要更新里面的内容的话 你势必你就要再怎么样 再到程式里面 然后再重新再给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如果 像比如说我们这边是什么CAI 是什么全民英减CAI 那全民英减至少单字是1000个单字 1000个单字 你要把1000个单字放这边 OK吧 可不可以这样做 也是可以 会不会有人这样做 如果你不会写外部读取的话 那你可能就把它写在这边 1000个单字 可不可以 第一个单字 第二个单 那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资料量一多的话 你就放外部 外部的话怎么做 也许第一个 你就要想说 我把这个东西剪下 把这些东西剪下 然后变空了 然后我要放哪里呢 我就放外部 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File 一样嘛 那名称的话也许叫什么 叫Minds好了 点TST OK 类似像这样 然后我就把它Finish 再来的话把这东西贴过来 那贴过来的时候 特别注意 因为它这个地方不能任意Enter 因为将来你Split Enter就是反斜线N 那你会多很多反斜线N出来 虽然你这边看不到反斜线N 有没有 拖曳资源 但是实际上 你这个就要稍微做处理 或者人家里面有空白 你也要把它拿掉一下 就是把这个东西November OK 好 那December在下面 所以一样就把这些东西什么 全部都串在后面 那我们用什么 用逗点把它隔开 另外有一点 就是这个地方不需要这个算 因为你读进来 它会有算以后 所以怎么样 把它取代掉算 取代的话 记得是 Ctrl F 好像在这边 取代的话就Ctrl F 取代 好 Ctrl F是寻找 也是取代 那取代的话就Find 然后Find这个 把它Repress with 没有 意思就是把它全部删掉 Repress all就可以 好 这样的话呢 它就把里面的东西 全部的都删掉 那不过呢 我们一样 在第一个地方 保留一个空的 空的就不要放东西就好了 所以它变成读进去的话 第0个 因为Index从0开始编号 第0个没有东西 第1个 OK 那我们就把它这些 Save一下 如果说我要把Mindex CI 改写成外部读取档案的话 第一步 请你把那个 1到12月的 这个资料 放在一个档案 里面 第二的话呢 一样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 里面东西 空白 然后里面 我们就直接怎么样 一样嘛 打一个F 等于什么 Open 所以语法都一样 刮符 然后呢 就是找到它的那个档名 Mindex 这个档名记得不要打错 点TST 后面的话呢 逗点一样用什么 用R模式 读取 我要把那一个 Mindex.tst的档案 帮我读到这个F物件里面 然后呢 因为F物件读进来之后呢 它会是这样子 那我需要怎么样 把它先读到一个 读到一个字串里面 所以S 一样嘛 S等于什么 这个F里面用那个ReadLite 一样我们就用Read Read ReadLite OK 然后小刮符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把它什么 Splitter Splitter的话 后面就是这个 把那个S 这个字串里面 里面有个方法叫Splitter 然后刮符 里面的话 一样跟它讲说 你请你帮我用空白的部分 帮我把它切到这个Mindex.t里面 这样就OK了 不过呢 如果你担心会错啦 其实习惯上 我会这样 就是先把后面这些 先注解 先不要让它跑 先Ctrl加斜线 然后先确定一件事情 我Splitter的东西 是不是正确 所以把它Print出来 先确定 因为有的时候 其实要一次就写正确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 会先Print它看看 里面是不是一个一个的串 如果OK的话 那表示后面应该就不会有错 所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我们要的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 OK 好 不过好像 这边前面有空白 为什么空白 对 那怎么办 如果 这个应该会造成将来输出会多的空 那怎么办 也像Ctrl加斜线 把空格 全部取代掉的话 如果你懒了一个检查 replace all 它就把空格全部取代 好 这样的话再Save它 如果我们再去把它读取的话 再Print看一下 OK 没有了 所以第一个空的 第一 第0一个空的 第一 第二 一次类推 那后面的话OK之后的话 我就习惯上就是把这个后面的注解再打开 然后把这个Print把它关闭了 这个也是一个小技巧 一个Debug 因为 你除非你很厉害 我一次就可以全部正确 那OK 不过通常很困难 连我都觉得 还是要按部就班 所以程式可能你很复杂很多段 对不对 我建议你一段OK 再换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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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全部都OK 你全部再跑 那就OK了 否则的话呢 如果你全部一跑 哇 发生bug 你就会看很久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错在哪边 很难debug 所以这个方法 跟各位说明一下 所以执行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你会发现 就跟前面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错误的 他答错了 输入一个正确的 OK 也没有问题 差别是说呢 将来你的资料呢 就是活的 你只要 要维护的话 你只要维护这个就可以了 里面更改了 那 再读就OK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同样的方法 而且程式就是那三行 所以这三行非常重要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把那个Math CAI的那个串列 改写 改写成那个外部读取档案 OK 那未来蛮多地方都会这样用的 也就是说你会有个档案 它可能是在外部 然后你需要怎么样把它读进来 那目前我们这个档案 通常 就是现在是在同一个目录底下 所以不需要哪一个位置 那未来如果说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待会讲 如果我今天不是同一个目录 我可以指定哪一个磁碟机 跟哪一个目录底下有我这个档 我们可以指定什么一个路径给它 不过路径的话 这要怎么去叙述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